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电解质 它有作用是干啥呢 就是宝宝比如说应急 还有感冒的前妻 还有你家这个花瓶突然倒掉了 还受到惊吓之后 它有一种不吃不喝洒呆呆的 它有你用手心咬的时候 宝宝能经历了长途的运速过程中 也会受到精神紧张 压力还有饥饿 一到家新的环境新的主人 他们感觉很小会害怕 然后你这个时候 能给它喝点电解质 然后能让它快速的补充身体的能量 就像于人们的葡萄糖一样的 这个使用也很简单 教大家操作一下 如果是成年宝宝 你就是这个一勺粉 不然它的水壶或水杯 然后也差不多80毫升左右的凉水 凉白开这点水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单常规女用水给它去喝就可以了 一般水喝就差不多三五天左右 宝宝没有任何感冒 没有任何运气反应的时候 你可以单常规的维生素 一个月可以吃个三天 我说维生素因为它这款是多维的 还有如果你的是小幼鸟 接到家怎么办 那种幼鸟的话 你就是这个一勺的四分之一 对着奶粉里面给它吃 所以我下饭安排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